大家好,接下來我們繼續講白卡的遺產修復計劃 今天我們講紐約州和新入西州的情況 這個遺產修復計劃其實聯邦政府要求各個州政府都要執行 不過具體如何執行就是由州政府決定 具體來說,每個州都是有點不同的 我想確實紐約州的情況是怎樣 我所得到的資料就好像只是長期護理相關的費用就會跟這個相關 其他的可能就不用理會 都是那一句,具體來說,就找那方面 在紐約州的律師是最好的 然後來問,如果你想什麼 你不想問這個律師,或者找那裡專門做 有些專門做這方面問題的服務人員 可以來確實一下 那這個具體,我找我所知道的資料 就是相關長期護理 那些就要小心了 那如果是紐約州很多人拿那些護理呢 就是家庭護理那些 那我不知道他算不算,這件事我確實不了 那現在就說回新澤西州了 新澤西州有些不同 那新澤西州呢 他長期護理那個就一定要的 那另外就是還有他花費在你的費用那裡 他都可能會問你拿 那我就確實到這個費用大概每個月 那個政府 如果你拿白卡的話 那些服務大概要800元的 那另外如果你是去長期護理那些 那些好像你倆升空那些 那個費用呢 可能會5000到800元 那這樣這方面的費用呢 他就可能會問你拿 是55歲以後 那如果是 用白卡呢,那就會 要小心一點 要考慮這個問題 那說回這個資產呢 都是那間屋子的問題 那如果你自住那時候 那間屋子呢 當你申請的時候 不當你的資產來計算 那 當你的屋子要轉名 或者申請人不在那時候 那這條數呢 就開始要計算了 那這樣呢 就是有些不同的每個州 那都是那個呢 如果你想確實來確實的話呢 可以問一些律師 來設計一個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找一個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呢 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有些相關的問題呢 想跟我聯絡的話呢 可以在這個工作時間內 打電話給我 866-988-0008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視頻 這段可以幫到大家解決一些相關的問題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都是那一句 訂閱、點讚和分享 多謝大家 拜拜